目前系上署正在发布凯米台风的路上警报 来听系上署的最新声明 以及台东提醒大家要做好防台的准备 我们从卫星云图上面来看到 目前在11点的时候 台风的中心位置位在台湾的东南东方 大概47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 这个台风在过去几个小时强度有逐步的增强 而且暴风半径已经扩大到200公里 我们预计这个台风在未来会逐渐的 朝北北西转西北的方向 逐渐接近到台湾的近海 以及台湾东半部的陆地 因此气象局持续针对了北部海面 东北部海面 东南部海面 及巴士海峡发布海上的台风警报 另外也针对了新北 宜兰 花莲等台东 发布陆上台风警报 提醒航行作业船只要严加戒备 而民众也要做好防台的准备 随着台风的逐步的靠近 其实天气上面我们也开始受到 它外围环流的影响了 从雷达回坡图上面我们可以看到 在台湾东方其实有相当多的云系 正在发展了 那部分的云系呢 移入到台湾东半部陆地 已经为台湾的东半部 北部地区带来短暂性的震雨 我们预计随着时间越来越晚 这样子的雨势会越来越明显 而中部跟南部 目前天气上还算稳定 但是中午过后 我们预计会有午后雷雨发生的可能 而且当中也不排除有较大雨势出现 也同样是要提醒大家留意 随着台风的靠近 除了降雨会增多之外 风势的部分也会变得越来越明显了 我们预计在今天白天 这是风力的预报的趋势图 绿色跟黄色区域就是比较容易 有较强阵风出现的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 其实在绿岛跟蓝雨这边 风力是已经比较强了 已经有十级的阵风出现了 那另外在下半天开始 在桃 竹 苗的沿海以及澎湖 也会开始有较强阵风发生 到了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 我们可以看到风力预报图 进一步的风势有逐步的增强 尤其是台风从东边靠近 东部沿岸的风力也明显的加强 之外在台湾西半部的沿岸 因为台湾海峡地形的关系 也会开始出现比较强的阵风 所以建议大家要做好 防海准备时间点 请利用今天天气跟风相对 还没有那么大的时候 赶紧把防海工作准备好 而另外在浪的部分 也是明显的增强 今天在东海岸 有三米以上的浪高 明天的浪高会逐步的增强 这个台风因为是属于 在大地压带里面发展出来的台风 所以从卫星云图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 台湾在这个位置 在东南方这是台风本身所在的位置 但是台风的南边 一直到西南边 其实伴随了非常宽广 非常旺盛的对流云气 在发展当中 其实在菲律宾东方海面到南海 这是一个水气非常多的 天气的不稳定带 我们预计随着台风逐渐的北上 这个比较不稳定 非常旺盛的水气 也会跟着影响到台湾上风 为台湾带来相当显著的降雨 我们先从台风的浅示预报图来看 在明后天的台风路径的变化 明天台风逐渐的往台湾东部海岸靠近 随后在24号25号的话 会逐渐的转向西北 并且在明天的晚上 一直到后天的清晨 逐渐的通过台湾北部的陆地 届时整个暴风圈 就会通过台湾上空 因此会是影响台湾最明显的时刻 那就雨量的分布的状况来看 台风通过期间 也会带来相当显著的降雨 我们可以看到24号 先是由北部宜兰花莲的降雨 逐渐的增强 而随着台风的靠近 降雨在24号下半天到25号 也逐渐的往西半部 中南部地区来扩展 我们预计在这两天 台湾各地都有机会出现 局部性大雨甚至豪雨 当中也会伴随短延时的强降雨 尤其山区更可能会有 大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出现 我们不排除中部跟南部的山区 可能会有局部性的超大豪雨发生 要提醒大家特别注意 因此在未来几天 明天跟后天会是这个台风 影响台湾 风雨最大的时候 雨的部分尤其要注意 可能会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出现 另外今天的风力 已经逐步的增强了 明天开始风力会变得更大 提醒大家在今天做好防台的准备 海况的部分的话 也是变得比较差 而且沿海目前还是大潮状况 低沙地区要留意潮位变化的情形 以上是今天中午的台风说明 好来关心凯米台风 真的是来势汹汹 预计11点半要发布 陆上台风警报 而有关于最新的台风分析 把时间交给蕴凯米台风 来势汹汹 气象鼠稍待一会儿 在11点半的时候 就会正式发布陆上台风警报 但别以为还离我们很遥远 此刻这凯米台风 它的外围环流 因为特别宽广的关系 它已经带来了一些间歇风雨 我们从最新的这个风场试验 你可以看到 包括卫星可以看到 这水汽已经逐渐进来了 首都其中包括宜花东等等地方 感受的风雨会是越晚越强 那么呢 我们透过刚刚的时雨量 也可以发现在宜兰的东澳部分 也来到了12毫米的时雨量 累积雨量在宜兰地区也来到了 大概已经有27毫米的累积雨量了 好我们透过这凯米的影响时程 以今天来讲 这张图片更加明显可以看到 接下来它对于我们台湾的影响会是如何 以北北基到桃竹苗等等地方来看的话 这短暂阵雨越晚会越明显 午后的沿海风浪也会越来越大 那么呢 你看到宜兰地方刚刚也提到了 现在开始它的外围环流已经开始影响了 短暂阵雨进来 那么晚上风雨也会渐渐增加 至于在花莲台东地方 间歇降雨持续进来 阵风部分 离岛地方要留意 可能来到了10几的阵风了 不过这台湾可以说是两样情啊 你看到南部地区反而是高温炎热的天气 今天感受上还不太明显 反而要留意 因为处于被封测的关系 这降雨还是处于一个午后热对流为主 那么你会说各国的路径预测 现在还是分歧吗 目前看起来各国的路径 大致是认为可能就是朝所谓的宜蘭地方来做登陆 不过你看到这个美国地方 它其实认为我们接下来这个凯米台风 有可能会来到花莲这个地方来做登陆 就看后方的这高压 这高压如果接下来往西推的话 那我们的路径还有可能再往南修 但如果这高压往东退的话呢 可能这路径还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也许会往北修 所以说以此刻来讲凯米台风 它在路径上还是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存在 但目前气象鼠预估它的中心位置 有可能就会从宜蘭这个地方来做登陆 那么笼罩的时间点最多的时刻 就是落在礼拜三陆夜 一直到礼拜四清晨这段时间 所以说这影响台湾降雨的部分 今天外温环流已经逐渐进来了 所以提醒观众朋友 防台工作还没做的话要尽快加速了 至于礼拜三礼拜四是台风侵袭最明显的时刻 尤其是西台湾要留意严防豪大雨 甚至山区的豪雨现在已经上修为超大豪雨了 那么明天北部宜蘭花莲风雨最强 那么礼拜四的时候呢 您看到整个降雨趋势会逐渐往南 主要是在于开明台风它逐渐北转的过程当中 就会带来这南部地区雨势也会渐渐明显 一直到礼拜五 尽管台风逐渐远离了 西南风进来迎封面的中南部地区 还是会感受到持续降雨 不过北部的地区降雨就会持续趋缓 以上是这节的气象邓情室 再把时间还给棚内 好 关心凯米台风持续的逼近台湾 而在花莲这边就怕这个暴风圈出入之后 强大的雨势会再度的阻断 蘇花路郎的交通 而在崇德管制站目前的情况如何 连线给记者林何荣告诉大家 何荣 好 主播各个观众 记者目前所在位置就在花莲的崇德管制站前 那我们都知道呢 0403地震过后呢 蘇花路郎是受到了地震的影响 土石松动 因此呢 每逢遇到大雨 就会频频传出有土石流 或是落石崩落的事件 因此就是大家也特别关注 面对中台凯米的来袭霞 强大雨势 相关单位呢 是不是也已经做好应变措施 目前我们可以看到 花莲市还没受到风雨的影响 因此崇德管制站 配合夏清水桥附建工程 平日人为13个时段放行 分别是早上的10点到10点20 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 以及下午的3点到3点20 而下午5点呢 到隔天早上8点是没有管制 而假日则是全天都没有管制的情形 而管制路段呢 是从北端的台九线 人水隧道北口到南端的这里 也就是崇德管制站 不过呢公路局呢会参考三个数据 机动调整封闭措施 包含10分钟雨量达10毫米 以及雷达回波图 还有容易摊方路段的人员呢 他们是否有回报当地有土石流 或摊方的情形发生 让我们来听一段稍早访问 发布海景的话 我们就会就取消这边的工作啊 已经发布海景了啦 是吗 所以如果发布路景的话就不会过来啦 如果下大雨落石探方没有路了 叫国家快点开路回家嘛 我们可以听到就担心越晚浴室会越强 这些司机呢 其实也已经做好今晚可能回不了花莲的心理准备 另外呢公路局也在容易摊方的路段呢 去运来了空货柜 以及12公尺长的战备钢梁 以防呢有落石或是路基缺口的情形 他们可以在第一时间进行修补 就是呢做好万全的方胎准备 要把灾害发生情形降到最低 以上就是现场最新将时间交换棚内主播